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ASM太平洋被传先私有化再科創板上市 消息一出 股价一度冲破上90元 的确 一家市盈率30多倍的公司 香港嫌貴 但内地科創板平均做90倍 即使打个折托 ASM先私有化后科創板的形式 所制造的估值急速提升 并非订单和无利能力能够贡献 这宗交易表证上是合理 消息由老头报导 也同时有引述ASM的回应 说无意私有化 当然这个既可以打残整篇报导 但同时也不抵触 佳印科创版上市是终点站的话 定义上ASM的确无意私有化 但技术上怎么都要做一潮 ASM的市值大约是350亿港元 扣除荷兰ASM大股东两成半的持股 平手价私有化 涉及262亿港元 只要再还一批 试回报如食粮的私募基金 或者并救基金落甲 其实是一个出资少 牵涉杠杠杆 但是高回报的游戏 当然上述就强调是平手出价 但套用到ASM那里 机会是零 因为ASM是基金股 以机构大户持股为主 为的是长期回报和派息 高位140多元 现价当它是90元 假设私有化行规最少两成日价 整宗交易涉及的资金要314亿 但是若果按今年以来 本港企业平均提出四成私有化日价去计 涉及就要近370亿现金 如果基金玩到底 要近52周高价才肯收货的话 就要涉及四百多亿 如果因为将来更高估值 而预先支付更高日价去私有化 又玩不玩得过呢 那就涉及时间的问题了 荷兰大股东当然就不愿意 在自己袋拿钱来私有化 整宗交易在市场资金泛满下 寻求汇报列物或者交易的私募基金 制造成一拍即合的现象 无疑低息杠杆 然后享有近百倍的市盈率 条数都挺正的 只不过第一 好像刚刚刚说 要说服现有股东 一定要大幅日价 尤其是现在部分股东 未必会改拿科创版上市的ASM 因为会兑 资金汇出 以至监管等等 未必符合内部受决 第二 想又不代表实得 或者很快得 要知道科创版上市 就好像黄袍加身一样 获得阴点 因为国家政策所在 ASM荷兰大股东 新加坡总部的公司 在科创版眼中 似乎不是自己有 所以如果科创版上市 又被否决风险 ASM同时次私募投资者 仍同惨过买回风 即时批 由于虚实 输利息之下 期间市况变数实在太多 想不代表一定做到 若然ASM确有此意 或者纯粹因为 90多倍估值的隐诱 改头科创版 那ASM现有基金浮动 更应该要仔细考虑 是否持股